有一个年轻人 他向村中的智者询问 这个先生 幸福生活的秘诀是什么 这个智者没有说话 就领着这个年轻人来到 村头的一片树林边 那里有一条小路向林中延伸 沿着小路走回到原处 这个智者告诉他 你沿着这条路散散步吧 但要小心树林子里有熊 这个智者嘱咐完之后 年轻人点点头 胆战心惊的出发了 两个钟头年轻人回来了 智者问他 你有没有看到 一路上的橡树花朵松鼠 之类的 年轻人摇摇头说 我一直担心被熊咬的 那么你再沿着这条路走一回吧 这回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些美丽的东西啊 这个年轻人又向树林里走去 这时候 这次他半个小时就回来了 气喘吁吁 肩膀上还有个大口子正躺着雪 智者又问 你这次看到美丽的风景了吗 我看到了 我正在看两只可爱的小松鼠的时候 一只大熊悄悄地靠近了我 我的手臂被他抓出了一个大口子 先生 我只想请教你什么是幸福 你却叫我到林子里去遭受野兽的袭击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答案呢 我想你已经有答案了 幸福生活的秘局 就是在临终散步的时候 欣赏到沿途美丽 而不要被熊吃掉 这个年轻人又问智者 先生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这一切 却让我冒着被熊吃掉的危险呢 智者笑了笑 挽起他的袖子说 露出手臂上的伤疤 有时候我们需要用伤疤来提醒自己呀 我们人不能执着于任何一件事和人 否则我们的执着任何一个方面 就会给你造成对自己的伤害 感谢观看